哈喽,大家好,我是Rancher 今天的话,给大家分享一个关于股市的一个血泪的教训 然后最近的话,股市是非常非常火热的 然后相信大家身边的话,都会有很多朋友提起这个关于股市的一个话题 我身边也是一样的 今天早上的话,起床的时候呢,看到群里面有一个朋友发出了一张掌停的一张截图 然后他说,见过风骨没?开市就掌停,连续几天掌停 然后他就是,他说起了这个话题,然后群里的话就烂闹了起来,大家都在讨论这个话题 然后呢,还有就是我有一个另外一个朋友啊 他,他前几天也给我发来了一张他的盈利战绩 他这几天每天可以赚到十多万 嗯,还有就是朋友圈里面也有很多朋友在谈论股市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火热的一个形式之下呢,我想提醒朋友们 一定要冷静 然后今天的话啊,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一个经历 14年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全民炒股的时候 那个股市话题也是非常非常的火热 当时啊,我刚毕业没有多久,所以说是一个月薪不足万元的一个打工的 然后身边的话也已经有同学啊,通过股市赚到了三十多万 作为当时啊,我的话工作也是非常努力啊,加班到很晚那种 然后,但是我的工资的话,就是并不高 所以作为当时我的一个形式来说的话,我非常非常羡慕我这个同学 对于当时来说,三十多万可以在很多省份可以付一个首付了 所以说我非常羡慕 然后,相信最近的话,也有很多朋友啊 听到其他朋友说,在股市里面挣到钱了 所以会,也会自身一种羡慕的一种心理 当时啊,我因为也是一位羡慕 所以说,我就请教他,开了自己的第一个证券账户 当时啊,我刚进入股市 胆子也是比较小的 相信对于很多新股民来说,也是经历过我这个阶段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先用五千块钱进去玩 然后,挣到钱是最好,我也当作是一种体验吧 然后,亏了的话,也不至于太影响我的生活 当时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可以控制自己的 嗯,所以,在最初的时候呢,在同学的指引之下呢 我也挣到了一点钱 后来我发现这个东西的话是,你投入越大,得到越多 投入越少,得到越少的一个东西 它是按百分比涨的,对吧 然后,我的心态啊,开始慢慢的变化了 然后,加仓的话也是越来越多 相信很多人也经历过这个阶段 然后,到后期的话,我们身上的存款 全都投进了股市 然后,还把自己能借到的一些信用卡啊 或者说,是自己,或者说什么可以借贷的地方 我借了一些钱,然后把它都投进股市去了 然后,我又找身边的朋友 然后,借了钱,我跟疯了似的 然后,把所有钱,几乎自己身上没有留什么钱了 然后,把所有钱都投入了股市 然后,2015年啊,那场股灾很多人都听说过 而且,有很多人也是经历过的 像,那个上证指数,从5000多点跌到了2700多点 我非常不幸啊,我也成为了这场股灾中的一个受害者 前期的话,我也是不断的加仓 就是每跌一点,然后我就往里面多投一点 我的目的也是想要把那个,我的持仓成本降低 然后,前期的话 通过这种方式 我确实震到了一点 也是,尝到了一点甜头 然后,后面的话 也是出现了大股灾嘛 然后,出现了一度的一个千股跌停的一个局面 我就有点慌了 那时候我想抽身走人 但是,股民朋友们都知道 股票跌停的时候呢,是卖不掉的 所以,就这样我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资金不断的缩碎 但是我自己却无能为力 最后,我损失达50%以上 可以说是,对于当时我来说 损失惨重 因为我那些钱呢,都是借来的 所以,突然之间我从有一点点存款的一个 这个人突然变成了一个拥有巨额债务的情况 所以说,我今天给朋友们提个醒了 就是不要借钱玩股票 风险太大了 然后,我给朋友们看一下 我当时关注的一只股票 15年6月最高位的时候到达了31.98 而我当时是30左右入场的 然后接着的,然后就立马就急准直下了 三个月时间跌到了12.38 截止到今年2020年7月的10号 它也只有10.69 所以,即使持有长线的股民 到目前为止也是没有解套的 所以,今天朋友们,在股市非常火热的情况下 一定要把自己的一个心态稳住 今天的话,我再给朋友们讲一件我当时遇到的一件事情 有一天,我QQ上突然有一个人加我 介绍自己是专业的股票基金经理 声称自己有内幕消息之类的 跟我说,叫我投入某只股票 然后,赚了跟他分成 然后我当时想啊,我的账号 还有资金都不会提供给这个人 所以说,我自己判断我想的 我应该是安全的 所以我的资金应该是安全的 账号什么的都应该是安全的 所以我想不妨一试啊 因为,如果挣到钱的话 我无非就是给你分点层 所以说,我就抱着这样的一种心态 我试了,谁知道 这个是我一个,一个悲剧的开始 那时候呢,我投入了这只股票之后呢 前期哦,确实是轻微涨一下 然后我就加仓了,那个链行我加仓 然后呢,就是不停的跌 再后来啊,然后停牌了 一停牌呢,就是一年 等负牌的时候呢,已经是16年了 那时候经历了15年的那个股灾 复牌后呢,每天都是跌停的一个状态 根本就卖不掉 很多年之后呢,有个朋友跟我说 其实那些人都是专门拉散户当接盘侠的 所以这里是一个重点哦 朋友们要注意哦 其实那些人根本就不是什么 专业的为你牟利的一个基金经理 然后,我可以说是当头棒喝 因为这么多年来啊,我一直以为是自己倒霉 然后,我也不曾去想过 这其实是一场有预谋的杀猪行为 所以,亲戚朋友们 在,在那个陌生人的一个,就是一个 不要轻易相信一个陌生的所谓的基金经理 一定要找到可信任的专业人士 还有就是,今天再给大家分享一部电影 这部电影叫巴黎交易员 也是跟股票交易有关的 这是一个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 它曾经是震惊全球的一个交易案 讲的是一个人 他险些搞垮了一家银行 他通过自己的一些方式 操作了500亿欧元 这家银行差点被他搞垮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位交易员 是怎么操纵500亿欧元进行交易的 他对于一个出出茅庐的一个小名 这个名字我是随便起的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故事就可以了 出出茅庐的小名呢,来到一家银行工作 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了交易部大强的认可 并调他到交易部当大强的一个助理 然后有一天随着9点的钟声响起 疯狂的交易开始了 小名负责交易员们的数据不断买入 卖出这些繁杂的一个工作 他不觉得累,但是他非常觉得乐在其中 因为他是真心喜欢这个交易的 交易员的工作的 所以两年之后呢,小名也成功成为了一名交易员 起初因为20万欧元的操作胆怯 他虽然很懂技术啊 但等到他需要去实战的时候呢 面对这么多的钱 他也是有点胆怯的 因为对于他来说 20万欧元相当于是他的一套房 这个时候呢,大强呢 给小名做了一个心理辅导 他把小名带到一个交易大楼的一个窗前 可以往那个楼下看 并且告诉他,你要放开视野 总之就是调整他的心态嘛 然后20万啊,对于楼下的人来说确实很重要 但是对于站在楼上的他们来说 这只是零星半点 然后,经过大强的引导 小名呢,很快上手了 有了盈利 有一天啊,因为小名的失误 嗯,导致了 然后,十万欧元的一个损失 这时候啊,大强做了一个错误的示范 让小名从此变成了明星交易员 但同时也是导致后面小名悲剧的开始 嗯,大强直接用银行的 直接用银行的钱违规进行买卖 赌的就是涨跌 当然哦,他也赌对了 所以说,在十分钟之内就挣回了十万欧元 赌错的方向也是会亏掉同样多少钱 虽然这是违规操作 但是多数人都抱有这种侥幸心理 默许这种行为 因为这种行为的话 可以让很多人尝到一些甜头 嗯,在这里我们捋一下 嗯,大强 它使用银行的钱进行操作 跟我们借钱投入股市实际上是一个概念 它相当于就是这个钱的话 你都是借来的 它不是你自己拥有的一个钱 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行为 因为你赢的话 你当然是最好的 但如果你输的话 你就会将会面临一个巨额的债务 然后后来的话呢 小明呢 他也就利用就是学会了这种方式 他就利用200万欧元的那个操作的那个额度权限 操作了1500万 赚到了50万欧元 后来啊 他的额度使用权限越来越大 也赚了15亿 然后这里要说明一下 如果赚到15亿 那需要动用巨额资金进行操作 远远超过了可以管控的风险范围 这时候引他入门的大强呢 也是给他的一个忠心的一个忠告 告诉他这样的方式是不可行的 行不通的 也算是大强最小明的一个友善提醒 这样下去的话不行 那但是呢小明当时已经红了眼 就是他已经交易红了眼了 所以无法控制内心的欲望 他其实他他当时的话已经不具备点击交易员的一个心态了 后面的话由于次贷危机影响到走过欧洲 小明所在的银行也是损失惨重 这次呢市场大跌 小明打算逆时看多 别人抛售他买入 所以其实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那种策略 就是在大跌的时候呢不断的加仓 那他的策略是在不断的亏损下 买进摊平成本 只要有一次上涨就能补回前面全部的损失 但是在理想状态下 这样确实是可以可以操作的 但是需要足够大的资金 但是钱的话他不是源源不断的 总有一天呢他是会用完的 所以很多人呢抱有这种心理进行交易 结果的话就是亏了之后呢 就再也没有站起来的机会了 很多人的话也因此倾家荡产可以说 他虽然用这种方式挣到了一些钱 但是这次好运没有再次眷顾他了 在他疯狂的买入操作后 亏损了20多亿 但是他用之前挣到15亿填平的这次账目 所以银行的话也没有追究他责任 所以在这一次中的话 他是可以说是风险挺高 但是他也算是过了这一个坎 就是在这一次崩盘的 崩盘的那个股市中的话 想不到小明的话 他还持有一个500亿的仓量 想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这个概念呢就是已经超过了当时 那家银行的股本的两倍了 这500亿对于银行来说简直就是灾难了 这些钱可以影响 就是如果说抛售或者是买入籽这样的话 都是会很容易影响那个市场的恐慌和波动的 后来银行花了三天时间才平掉了小明的持仓 最后的话呢亏损49亿欧元 亏损巨大 到了小明也被告上了法庭 嗯 这就是小明的一个故事 也就是讲的巴黎交易员 这个故事 那在这个悲剧中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小明的话 他之所以走向悲剧的原因是什么 他因为贪婪不断加仓 导致抵仓巨大 然后虽然盈利很快 但是亏损也很快 心态失衡 不能准确衡量风险 都是我们很多人会犯的错误 当眼里满是盈利的时候呢 一定要记住 反向就是深渊了 朋友们 在欲望面前 不要对自己的控制利益太过自信 要做的就是控制好风险 设置自己的止损线 在如今股市如火如荼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 控制好自己的欲望 把握好尺度 需要注意的是 股市有风险 加仓需谨慎呢 千万不要在大跌的时候 或者说是 就是大量的加仓 这一点他 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需要注意的 我们普通人的话 说实在的也是 输不起 然后今天的分享的话就到这 然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